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手把手教你制作VR眼镜的课程 好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一下PPT 我们今天这节课呢 我将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多媒体按键 那么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 都是这个多媒体按键的这个键码的分析 以及这个按键的操作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之前这个课呢 我记得我们吃过个牛 这个吃的什么牛 他说我们要手柄控制这个APP播放的这个全过程 因为这个游戏嘛 他有些 这个跟游戏本身还有这个手机啊 相关的程度比较大 所以呢这个用手柄打游戏的这个3D游戏呢 可能通用性不是那么强 但是手柄控制APP呢 这个是必须要实现的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眼镜就没法玩了 对吧 这是我们吃过的一个牛 可能大家都记得 然后我们要用这个手柄选择片源 确认返回快进快退 实现这些功能 那么我们之前在这个手柄模式分析的那节课呢 我们做了这个演示 但是我们只能左右选择 不能后退 然后只能确认 然后也不能快进和快退 所以呢 这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分析一下 就是如何实现这个 这些功能呢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用到这个 Easykey这个来案模块的 这个多媒体按键的这个功能 其中这个功能呢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明确 这Easykey这个来案模块 它支持哪些多媒体按键的功能呢 我们大概过一遍 它支持的这个按键 第一个是这个home键 这是针对这个 安卓设备 安卓设备来说呢 这是一个我测试过不太好使的按键 所以这个应该是苹果设备用的 包括第二个这个键盘 都是针对这个iOS设备用的 那么这两个按键 可能在安卓下面就是失效的 因为没有相应的这个功能与之对应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搜索 就像我们这个 拿一个放大镜的小图标 那个功能一样 第四个是这个快照 就是相当于截屏 第五个 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一亮加一亮减 然后是播放暂停 第六个 然后是快进快退 好 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这个多媒体按键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 包括刚才这个 音量加减和播放暂停 快进快退 这个可能不光是针对于视频而言的 它音频的 音频的播放器里面 这种用的更多一些 包括上一曲 下一曲 还有随机播放 这明显看出来 这个多媒体按键 ECK的这个多媒体按键 主要是针对这个音频播放的 因为视频播放 这随机播放 这个功能不多 因为 一般都是这个 音频的这个 音频列表里面 随机播放 然后上一曲 下一曲 这明显看出来 就是针对音频的 快进快退这些 也是针对音频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按键 是这个停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些按键的侧重点 明显都在音频上 但是我们呢 又必须得使用这个多媒体按键 去实现这对视频的这个控制 但是好在视频跟音频的控制 其中有一些命令 它是交叉的 就是重叠的 那这里面统计一下 共有13个多媒体按键 那么这些按键 在手机上不同的APP 对应的功能可能不同 我测试了一下 同一部手机 同一个安卓手机 你用不同的APP 去播放视频 这些按键是不一样的功能 这也是开源系统的一个 比较弹腾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它是开源的 标准就没有办法那么统一 华为造了一个APP 它用它自己的这个一套标准 三星又造了一个APP 它又有它自己的另外一套标准 所以它不能统一 还不像我们伟大的这个微软公司 它只有一个这个电脑系统 叫Windows Windows里面的API都是线下兼容的 它只有一套API 只有一套规则 全世界所有的程序员写的程序 都可以通用 安卓系统呢 它由于是开源的 也比较开放 所以大家就是乱七八糟的 什么功能都可以玩进家 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定制 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苦逼的开发人员来讲 如果你是要做一个高大权的 针对所有平台通知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要看他们好多好多的这个手册和资料 然后才能写出一个这样的程序 好了不扯了 我们这里边就提一下 就在不同的手机上 或者是在同一个手机上 不同的APP 它对应的功能可能不同 所以实际开发的时候呢 可能要 嗯 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处理 那么它13个东西铁按键 最多就能有13种功能 为什么说最多呢 因为实际可能 呃 有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 home键和这个弹出键盘键 在这个安卓上用不了 所以它就少于13个了 实际的话可能少于13种按键功能 呃 东西铁按键的这个说明 呃 这个easykey 这个模块 它的给的官方的手册里面的啊 对于多媒体按键的这个说明 它叫customer reports 就是说 呃 客户定制的这个 呃 hid报告 那么这个为什么是customer呢 是因为它在1.1版本之前都不支持这个 1.1 1.1之后 就是1.2版本才开始支持这个多媒体按键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是一个扩展的啊 raw hid customer report 什么 这是一个扩展的hid的这个协议 然后它一共有13个按键 刚才我们说过了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说明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说明 就是说呃 他这个customer report start with 0x fd 就是说以这个16进制的fd 为开头 然后有8个字节的falling 就是后面跟着8个字节 这8个字节呢 是0x00 0x02 这个这两个字节是固定的 然后bit mask bit mask是两个 两个字节的bit mask 然后后面还是四个字节的0 也就是说我们用两个bytes去表示这13个按键的功能 那么他这里边有home就是这个bit link 然后bit mask就是0x01 0x00 最后一位是stop 那么他的这个是第十二位 然后bit mask是0x00 0x10 然后这个好玩的问题就来了 然后他这个有一个例子 说for example if we wanted to collect click the play pause 就是说我们如果想按一下这个播放和暂停键的话 我们就发送一个command 这个0x40 0x00 这两个代表什么呢 就中间这个 这两个 两个字节嘛 所以这个函数给两个字节 就是0x40 0x00 然后你按下之后你还得释放的 释放就发送00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说明就这么点 然后我当时看这个说明的时候 我觉得官网上一定有更详细的说明 我去官网搜 我发现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比较崩溃 只有这么点说明 那这三个案件的说明 那其他十个案件的键码是什么呢 我找了半天 Google百度 B应 然后能用的搜索引擎都用了个遍 发现也没找到 然后手册也没有 官网也没有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案件说明 应该是从哪获得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你猜 因为没有说明 给的历程里面也没有这个 然后我最后的这个找了一圈之后下来 这心情就是这样的 就是完了 这课坑爹了 我已经很抓狂了 因为他没有给键码 最关键的部分没有给键码 这样的话 这个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当然大家在面 吃过的牛逼就没法实现了 不过后来准念一想呢 这个作为一个这个 呃 讲了这么多课的老师呢 这个吹过的牛啊 是必须想办法实现的啊 自己吹过的牛啊 就跪着也得把它实现了 所以我们就只能真的来猜一下 这13个案件的编码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启这个神奇之旅 就是大家跟着我一块猜一下 这个案件编码 那么猜呢 也不是瞎猜的 它是有依据的 所以我们要案件编码 先分析一下 我们已知的条件是什么呢 已知就是 home是0x-01 0x-00 stop是0x-00 0x-10 play和pause键是0x-40 0x-00 呃 一共13个案件 已知条件就这四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何得知其他 十个案件的这个编码 你一个一个是吗 一个一个是的话 十个案件 呃 然后 每个案件都可以排列在这几个字符之间 然后这中间的空位 呃 两个字节是 二的十六四方种可能 中间这里边只占了三种可能 所以我们还有25536-3 反正还有这么多可能 如果一个个猜的话 就类似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猜测分析 找规律 呃 按键码是从这个 0x-0-0x-0-0开始的 因为bit 0 home是对应这个码 所以我猜测它每次循环左移 移位 循环左移的意思就是这两 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一起参与移位 他往这边移 他往这边移 然后他的最高位回来移到他最低位 这叫循环左移 做数据电路的同学可能了解的更深一些 这叫循环左移 循环左移的话呢 我们再看是不是满足这样的 那么home在13个按键里边排第0位 所以是0x-0-1 play在13个按键里边排第4位 这里边是错的啊 这应该是第6位 这里得改一下 这是第6位 因为那个 呃 0x-0的话 它是6 呃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 这里 从这数 0 1 2 3 4 5 6 第6位 准吧 这肯定是准的 play排第6位 所以他左移了6位变成这了 0x-0 0x-0 然后stop是排第12位 所以他循环左移12位 所以是这个 呃 看起来比较通事啊 然后我们 由此推理就能得出 音量加是0x10 音量减是0x20 这是作者说的这个 啊 音量加减这个功能 但实际上到手机上 它到底是什么功能呢 还得根据 不同的手机系统 以及app去定 反正我们能推出 这两个是这个 那么后续前后左右的 也都能推出来了 然后 校验一下play是0x40 这是对的 呃 然后这个 作为铁按键 这些分析完了 我们还有一个左右键呢 就是如何确定左右键呢 我们这个 呃 如果想通过串口 把这些所有的功能都通过串口 发送的话 这左右键是什么呢 呃 这个左右键的获得呢 其实不用简单 就不用这么分析了 因为我们之前用这个 呃 杜邦线去触发这个左右键的时候 模拟按 按左右键的时候 用创作条助手 是单键是可以获得这个键码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创作条助手 去获得这个键码去了 左右键分别是 FF7和FFB 前面这个K是指这个 呃 按前按下 就key按下 所以它是 就是一个说明字符 真正的键码在这 啊 要看得懂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样我们就轻而易举的 获得了这个 走右键的这个按键编码啊 实在是太幸福了啊 比起刚才来幸福多了 刚才这个过程 我跟大家推理过程 我跟大家说的比较简单 但是我实际上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是比较烧脑的 想了一会儿 好在我这个数字电路的基础比较好啊 所以把这个编码猜出来了 这是走右键我们搞定了 然后还有一个 确认键和返轴键的键码是如何确定的呢 这个确认键呢 实际上就是return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创口条注册中得到这个键 这个键码是return的键码 但是注意不是ask ask码哦 它是0x29 返回键呢 从这个创口条注册就得不到了 这就是硬猜靠感觉了啊 这个 老实写错字 我也真是无语了 两个是一个是0x28 一个是0x29 这个是28 这个是29 我还记得住 好在记得住 不然丢脸了 返回键就是escape键的键码是0x29 然后以上两个键的键码呢 需要使用HID协议发送啊 不能直接发送 也就是说你得把它套上那个HID的那个 固定的格式 你直接发0x28 它里都不理你 这个格式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格式是这个样子的 好 播放和暂停是这样的 是这个 这个customer report这个格式 就ft 0.2嘛 这个 然后返回键是ft 0.0 这就是一个发送键盘码的这个格式了 发送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 选中键就是28 是也是这种格式发送 所以呢 还还需注意的是 发送完了之后呢 要发送一个断码 不然 他就认为这个按键一直在按下 所以要发送一个断码 就是释放这个按键 所以才能把这个文件选中 或者进行相应的操作 这是 这两个按键已经确定了 那么我们实际上需要用的按键呢 也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是这个 快进和快退啊 这个在我们测试的时候跟大家说 就在我们演示的时候跟大家说 然后 这个按键的分析键码这个部分 是比较难的 希望大家 跟上思路 多多理解一下 然后我们这后面有个演示环节 演示环节的话呢 留到下节课就讲了 这节课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